第八十七回 灵鸠风前宝珠蔫出 明映五般光彩 照彻乾坤上下群生 知者寿同山海 却说三藏师徒四众 别乔子下了隐物山 奔上大路 行经数日 忽见一座城池相近 三藏道 悟空 你看那前面城池 可是天竺国吗 行者摇手道 不是不是 如来处虽称极乐 却没有城池 乃是一座大山 山中有楼台变革 换作灵山大雷音寺 就到了天竺国 也不是如来住处 天竺国 还不知离灵山 有多少路呢 那城 想是天竺之外郡 到边前 方之明白 不一时至城外 三藏下马 入到三层门里 见那民事荒凉 皆取冷落 又到室口之间 见许多穿轻衣者 左右百列 有几个棺带者 立于房檐之下 他四众 他四众顺街行走 那些人更不训避 猪八戒 村鱼 把长嘴 鞠鞠叫道 让路 让路 那些人猛抬头 看见模样 一个个 骨软鸡马 跌跌呛呛 都道 妖精来了 妖精来了 吓得那 言下官待者 战兢兢 躬身问道 哪方来者 三藏 恐他们闯祸 一例当先 对众道 贫僧 乃东土大唐架下 拜天诸国 大雷音寺佛祖 求经者 路过宝方 一则不知地名 二则未落人家 才进城 甚时回避 望列宫恕罪 那官人 却才失礼道 呃 此处来 天竺外郡 地名 凤仙郡 连连干旱 郡侯 差我等 再次出榜 招求法师 其语救民也 行者闻言道 哦 你的榜门何在 众官道 榜门在此 世间 才打扫狼言 还未张挂 行者道 拿来我看看 众官 即将榜门展开 挂在檐下 行者四众上前同看 榜上写着 大天竺国 奉先郡郡侯上官 为榜 聘名师 招求 大法师 自因 郡土宽宏 君民殷实 连年抗旱 垂碎 干荒 民田 天资 而均地薄 河道浅 而勾快空 井中无水 全底无金 富士 辽以全生 穷民 难以活命 陡肃 百金之架 树心 无两之姿 十岁女 一米三生 五岁男 随人带去 城中巨法 典一荡物 以存身 乡下七宫 打劫吃人 而顾命 为此 初级榜文 仰望十方贤者 岛屿旧民 恩当重报 愿以千金奉献 绝不虚言 虚致榜者 行者看罢 对仲官道 郡侯上官 何言 总官道 上官乃是姓 此我郡侯之姓也 行者笑道 哈哈哈哈 此姓且少 八戒道 哥哥 不曾读书 百家姓后有一句 上官欧阳 三藏道 徒弟们 且休闲讲 哪个会求雨 与他求一场干雨 以计 明末 此乃万善之事 如不会 就行 莫误了走路 行者道 嗨 其余 有甚难事 我老孙 翻江脚海 换斗一星 踢天弄井 土雾喷云 单山赶月 换雨呼风 哪一贱儿 不是右脸耍子的斗党 何为稀罕 众官听说 拙两个急去郡中报道 老爷万千之喜至也 那郡侯 正焚香没住 听着报声喜至 急问 何喜 那官道 今日临榜 方志士口张挂 皆有四个和尚 称是 东土大唐 拆往天竹国 大雷音 拜佛求经者 见榜及道 能其甘雨 特来报之 那郡侯 即整衣步行 不用叫马多人 静置士口 以礼敦情 会有人报道 郡侯老爷来了 众人闪过 那郡侯 一见唐僧 不怕他徒弟丑恶 当街心 倒身下拜道 下官 乃奉先俊 郡侯上官室 勋目 拜请老师 祈予救民 忘师 大舍慈悲 运神功 拔计拔计 三藏打理道 此间不是讲话处 带贫僧 到那四冠 却好行事 郡侯道 老师通到小牙 自有洁净之处 师徒们 遂千马挑担 静置府中 一一相见 郡侯 急命看查 摆斋 少请 摘制 那八戒 放量舌餐 如同恶虎 下的那些捧盘的 心惊胆战 一往一来 天汤天饭 就如走马灯儿一般 刚刚供上 只吃得饱满方休 摘毙 唐僧谢了摘 却问 郡侯大人 贵处 干旱几时啊 郡侯道 碧地大邦 天竹国 奉献外郡 无私目 一连三载 玉干荒 曹子不生 绝无补 大小人家 买卖难 十门九户 据啼哭 三亭饿死 二亭人 一亭还似 风中竹 下官出榜 便求贤 幸欲真僧 来我国 若是寸语 寄黎民 愿奉千金 愁厚德 行者听说 满面喜生 呵呵地笑道 哈哈哈哈 莫说莫说 若说千金为谢 半点干雨 全无 但论 激功累得 老孙 送你一场大雨 那郡侯 原来 十分 清正贤良 爱民心重 激情 行者 上座 低头 下拜道 老师 国舍 国舍 慈悲 下官 必不敢 贝德 行者道 且冒讲话 请起 但凡你好声 看着我师父 等老孙 行事 沙僧道 哥哥 怎么行事 行者道 你和八戒过来 就在他的堂下 随着我 做个羽翼 等老孙 换龙 来行鱼 八戒 沙僧 锦衣使令 三个人都在堂下 郡侯 焚香礼拜 三藏 坐着念经 行者 念动真言 送动咒语 即时见正东上 一朵乌云 渐渐落至堂前 乃是东海老龙王 敖广 那敖广 收了云角 化作人形 走向前 对行者 攻身施礼道 大圣换小龙来 拿方使用 行者道 请起 泪你远来 别无甚事 此间乃凤仙俊 连年干旱 问你如何不来下雨 老龙道 其上大圣得知 我虽能行雨 乃上天潜用之辈 上天不拆 岂敢擅自来此行雨 行者道 我因路过此方 见九汉民虎 特着你来子 施雨救济 如何推脱 龙王道 岂敢推脱 但大圣念真言呼唤 不敢不来 一则 未奉上天欲旨 二则 未曾带得行雨神将 怎么动得雨布 大圣既有拔技之心 容小龙回海点兵 凡大圣到天宫准奏 请一道降雨的圣旨 请水官放出龙来 我却好照旨意数目下雨 行者 见他说出礼来 指责发放老龙回海 他即跳出缸斗 对唐僧备言龙王之事 唐僧道 既然如此 你去为之 切莫打狂语 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 保着师父 我上天宫去也 好大圣 说声去既然不见 那郡侯胆战心惊道 孙老爷哪里去了 八戒笑道 驾云上天去了 郡侯十分恭敬 传出飞报 叫满城大街小巷 布居公卿士术 军民人等 家家供养龙王牌位 门设清水缸 缸插杨柳枝 侍奉香火 拜天不提 却说行者一架金斗云 进到西天门外 早见护国天王 引天兵 律士 上前迎接道 大圣 取经之事玩忽 行者道 哈 也差不愿意 经行至天竹国界 有一外郡 名凤仙郡 比出三年不语 民甚艰苦 老孙遇其余拯救 虎得龙王道比 他言无止 不敢私自为之 特来朝见玉帝情旨 天王道 哼 那笔香 敢是不该下雨了 我像是闻的说 那郡侯撒坡 冒犯天地 上帝建罪 立有 米山 面山 黄金大索 只等此三世捣断 才该下雨 行者不知此意是何 要见玉帝 天王不敢拦阻 让他进去 静止通明殿外 又见四大天师迎道 大圣到此何干 行者道 殷保唐僧 录制天诸国界 凤先俊 无语 郡侯 赵师七语 老孙呼的龙王 一命降雨 他说 未奉御帝旨意 不敢善行 特来求旨 以苏民困 四大天师道 那方不该下雨 行者笑道 哈哈 该雨不该 反为引奏引奏 看老孙的人情何如 葛先锋道 哈哈 所语云 苍蝇包网儿 好大面皮呀 许金阳道 不要乱谈 且只带他进去 秋红记 张道陵 与葛许四真人 引至灵霄殿下 启作道 万岁 有孙悟空 录制天诸国 奉先俊 欲求鱼 特来请旨 御帝道 那斯 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朕出行监官万天 浮游三界 驾之他方 建那上官 正不仁 将摘天宿共 推倒喂狗 口出讳言 造有冒犯之罪 朕 极力以三世 在于提香殿内 如等 引孙悟空 去看 若三世 捣断 即降旨 与他 如不捣断 且修管 闲事 四天师 急引行者 至 披香殿 里 看时 建有一座 米山 约有十丈高下 一座 面山 约有二十丈高下 米山边 有一只 全大只鸡 在那里 紧一嘴 慢一嘴 千难米之 面山边 有一只 金毛哈巴狗 在那里 长一舌 短一舌 舔那面质 左边 悬一座 铁架子 架上挂一把 金锁 约有一尺 三四寸 长短 锁挺 有直头粗细 下面有一盏明灯 灯燕儿 了着那锁挺 行者不知其意 回头问天师 约 此何意 天师道 纳斯 触犯了上天 玉帝 历此三世 只等鸡 牵了米进 狗舔了面进 灯燕了断所挺 那方才该下雨呢 行者文言 大惊失色 再不敢起奏 走出殿 满面含羞 四大天师 笑道 哈哈哈哈 大圣 不必烦恼 这事 只一做善 可解 若有一念善词 惊动上天 那米念山 及时就倒 锁挺 及时就断 你去劝他 归善 孰字来 行者一言 不上灵霄 慈玉帝 竟来下界 赴凡夫 须于 到西天门 又见护国天王 天王道 请旨如何 行者将 米山 面山 金锁之事 说了一遍道 嗯 果应一言 不肯传旨 世间天师送我 叫劝纳斯 归善 及福元也 遂相别 将云下界 那郡侯 从三藏 八戒 沙僧 大小官员人等 接着 都处处传传来问 行者将郡侯 喝了一声道 哼 只因你这事 三年前 十二月二十五日 冒犯了天地 致令 黎民有难 如今不肯降雨 郡侯 郡侯慌得 贵服在地道 老师如何得知 三年前事 行者道 你把那摘天的宿贡 怎么推倒喂狗 可实实说来 那郡侯 不敢隐瞒 道 三年前 十二月二十五日 县贡摘天 在于本牙之内 因妻不嫌 恶语相斗 一时怒发无知 推倒贡桌 泼了肃篆 果是换狗来吃了 这两年 意念在心 神思恍惚 无处可以解释 不知上天见罪 遗害黎民 今与老师降临 万往明示 上界怎么样计较 行者道 那一日 正是玉皇下界之日 见你将斋供喂狗 又口出慧言 御帝 吉利三世济如 八戒问道 哥 是哪三世 行者道 提香店 立一座米山 约有十丈高下 一座面山 约有二十丈高下 米山边 有全大的一只小鸡 在那里紧一嘴 慢一嘴的 牵了米吃 面山边 又有一个金毛哈巴狗 在那里长一舌 短一舌的舔了面吃 左边 又一座铁架子 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 锁挺儿 有直度粗细 下面有一盏明灯 灯燕儿 了着那锁挺 只等那几千米进 苟铁面进 灯了断锁挺 他这里方才该下雨呢 八戒笑道 不打紧不打紧 哥肯带我去 垫出法针来 一顿把他的米面都吃了 锁挺弄断了 管去下雨 呆子 莫胡说 此乃上天所舍之计 你怎么得见 三藏道 哎呀 死这等说 怎生事好 行者道 不难不难 我临行时 此天师曾对我言 但只作善可解 那郡侯 拜扶在地哀告道 但凭老师指教 下官一归也 行者道 你若回心向善 趁早而念佛看尽 我还替你作为 如若仍前不改 我亦不能解释 不久天即诸之 性命不能薄矣 那郡侯磕头礼拜 誓愿归一 当时赵晴本处僧道 起见道场 各个写发文书 深奏三天 郡侯领众 念香瞻拜 达天谢地 饮醉自责 三藏也与他念经 一笔香又出飞报 叫城里城外大家小户 不论男女人等 都要烧香念佛 自此时 一片善生银耳 行者却才欢喜 对八戒沙僧道 你两个好生护持师父 等老孙再与他去出来 花戒道 哥哥 又往哪里去 这郡侯 听信老孙之言 果然受教 恭敬善辞 诚心念佛 我这去再奏御地 求些雨来 沙僧道 哥哥既要去 不必迟疑 且耽搁我们行路 必求雨一谈 竖成我们之正国也 好大圣 又纵云头直至天门外 还遇着护国天王 天王道 你又来作甚 行者道 那郡侯已归善意 天王一席 正说出 早见直伏使者 捧定了道家文书 僧家官爹 到天门外传递 那伏使见了行者 施礼道 此意乃大圣劝善之功 行者道 你将此文爹送去何处 伏使道 直送至通明殿上 与天师传递到玉皇大天尊前 行者道 如此 你先行 我当随后而去 那伏使入天门去了 护国天王道 大圣 不消见玉帝了 你只往九天应援府下 借点雷神 镜子生雷撤殿 还他就有雨下也 真个行者一言 入天门里 不上灵霄殿求情旨意 转云部 静往九天应援府 见那雷门使者 揪路点者 连访点者 都来迎着 施礼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有事 要见天尊 三使者 极为传奏 天尊 随下 九凤 丹霞之以 整一出迎 相见礼帝 行者道 有一事 特来奉求 天尊道 何事 亲者道 我因保唐僧 致奉先郡 见那干旱之甚 以许他求雨 特来告诫 贵部官将 道笔生雷 天尊道 我知那郡侯 冒犯上天 立有三世 不知可该下雨 嘞 哈哈哈哈 我昨日 以兼玉帝 请旨 玉帝 着天尸 引我去 披香殿 看那三世 乃是 米山 面山 金锁 只要三世 捣断 方该下雨 我愁 难得捣断 天尸叫我 劝化郡侯 等众 作善 以为人有善面 天必从之 树鸡 可以回天心 解灾难也 今以善面顿生 善生迎耳 世间 直伏使者 已将改行从善的文蝶 揍上玉帝去了 老孙 因特造尊府 告诫雷部官将 相助相助 天尊道 既如此 差邓心张陶 帅领 闪电 娘子 集随大圣 下将 凤仙郡 升雷 那四将 同大圣 不多时 置于凤仙境界 即于半空中 做起法来 只听到 呼噜噜的雷声 又见那 犀利的闪电 真个是 电掣紫金蛇 雷轰 群折轰 银黄飞火光 霹雳 崩山洞 列阙满天鸣 震惊连地纵 红霄一闪 发萌芽 万里江山 都撼动 那凤仙郡 城里城外 大小官员 军民人等 整三年 不曾听见雷电 今日 见有雷声 霍闪 一骑跪下 头顶着香炉 有的手 捏着柳枝 都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声善念 果然惊动上天 正是那古诗云 人心生一念 天地戏皆知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思 且不说孙大圣指挥雷将 撤电轰雷 于凤仙郡 仍仍归善 却说那上界直服使者 将僧道两家的文蝶 送至通明殿 四天师传奏凌霄殿 玉帝见了道 那斯门既有善念 看三世如何 正说出 会有披江殿 看管的将官报道 所立米面山巨岛了 啥时间米面街舞 所停一段 这未必 又有当价天官 引凤仙郡土地 城皇摄令等神 齐来拜奏道 本郡郡主并满城 大小离树之家 无一家一人 不归一善果 礼佛敬天 今起垂慈 朱将甘于 旧计黎民 玉帝文言大喜 及传直 着风不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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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各尊号令去下方按奉仙郡界 其于今日今时声雷不云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 是有四大天师奉旨 传与各部随时下界 各逞神威 一起振作 行者 正与邓心张陶 令闪遍娘子在空中调怒 只见众神都道 会合一天 那期间风云际会 甘雨滂沱 好雨啊 漠漠浓云 蒙蒙黑雾 雷声轰轰 闪电灼灼 滚滚狂风 重重骤雨 所谓 一念回天 万民满望 全窥大盛诗元韵 万里江山 处处阴 好雨清河倒海 碧野迷空 眼前垂瀑布 窗外响玲珑 万户千门 人念佛 六阶三世 水流洪 东西河道条条满 南北西湾 处处通 稿苗德论 枯木回生 田愁麻卖盛 春宝豆粮生 客旅喜通贩卖 农夫爱耳云耕 从今蜀记多调唱 自然佳瑟 得风登 风调雨顺 明安乐 海燕和清 享太平 一日雨下足了 三尺临四十二点 众神旗渐渐收回 孙大圣 历生高叫道 那四部众神 且暂听云从 带老孙 去教郡侯 拜谢列位 列位可拨开云雾 各献真身 与这凡夫七眼看看 他才信心 供奉也 众神听说 只得都停在空中 这行者 暗落云头 静至郡里 早见三藏 八戒 沙僧 都来迎接 那郡侯 一步一拜 来谢 行者道 且慢谢我 我已留住四部神旗 立刻传召多人 同此拜谢 叫他向后好来降雨 郡侯 急传非报 照众同仇 都一个个 蔫香朝拜 只见那四部神旗 开明云雾 各献真身 四部者 乃雨部 雷部 云部 风部 只见那 龙王显向 雷降书身 云童出现 风波垂针 龙王显向 龙虚苍茂 似无双 雷降书身 勾嘴威严 成莫比 云童出现 谁如玉面金冠 风波垂针 层似 皂眉 还眼 齐齐显露 青霄上 各个哀排 献圣衣 奉先俊介 人才信 顶礼 念香 恶信回 今日养朝 天上将 喜心向善 尽归一 众神奇 明呆了 一个时辰 人民败之不已 孙行者又起在云端 对众 作礼道 有劳有劳 请列位 各归本部 老孙 还叫俊介中人家 供养高真 御时节 教宪 列位从此后 五日一风 十日一雨 还来拯救 拯救 众神一言 各个转步 不提 却说大圣 坠落云头 与三藏道 势必民安 可收拾走路也 那郡侯文言 急忙行礼道 孙老爷说哪里话 今此一场 乃无量无边之恩德呀 下官这里 差人半辈小宴 奉达厚恩 仍买至民间土地 与老爷起见寺院 立老爷生辞 乐悲克明 似时响似 虽刻骨漏心 难报万一 怎么就说走路的话 三藏道 大人之言虽大 但我等 乃西方挂搭行脚之僧 不敢久住 一二日间 定走无疑 那郡侯哪里肯放 连夜拆多人 置办酒席 乞丐 此日 打开家宴 请唐僧高坐 孙大圣与八戒沙僧列坐 郡侯 同本郡大小官员 布臣 把碑献转 细吹细打 款待了一日 这场果是欣然 有诗为证 田丑九汉 冯甘雨 何道经商处处通 深感神僧来俊介 多蒙大圣上天宫 解除三世 从前恶 一念归一 善果红 此后怨如 遥顺事 五风十雨 万年风 一日炎 二日宴 今日愁 明日谢 搬留将有半月 只等寺院 生辞完备 一日 郡侯请四众网官 唐僧惊讶道 哦呀 功成浩大 何成之如此素耶 郡侯道 下官 虽在人工 昼夜不息 急急命完 特请列位老爷看看 行者笑道 哈哈 果是闲才能干的 好闲好也 及时都到心寺 见那变革巍峨 山门壮丽 据称赞不已 行者请师父留一四明 三藏道 有 刘明 当换作甘林普祭祀 郡侯称道 甚好 甚好 用津贴 广招僧众 侍奉香火 殿左边 立起四众生辞 每年四十祭祀 又喜盖雷神 龙神等庙 以达神功 看地 急命攒刑 那一郡人民 知久留不住 各备禁夷 分文不受 因此 何俊 官员人等 圣章古月 大展 京壮 宋有三十里远近 由不忍别 遂眼泪目送 直至望不见 方回 这正是 朔德神僧 刘普记 齐天大圣 广施恩 毕竟不知 死去 还有几日 方剑如来 且听下回分解 我 等下回 并不忍别 我 这 不忍别 我 不忍别 我 不忍别